暴轮世界冠军阿斯安·亨德拉 力转全世界第一小花龙组合 光队赛首次夺冠 台湾男双洋乐卢组合 毫无疑问迎来了自己的巅峰 而他们并不是什么年轻小将 一个28岁 一个29岁 为什么现在的他们突然如此爆发呢 我们来看看法国赛 力转小花龙组合的对决 看看现在的洋乐卢到底强在什么地方 第一局比赛上来 洋乐卢组合还是打得非常出色 这么平的球居然还想掉网 结果失误了 抢得真凶啊 洋乐卢之所以现在这么好 首先第一个是他们的防守做得非常好 小花龙不停在批掉批杀 依然能够轻松防住 第二个就是杨博涵这种往前技术 真的是犀利啊 小花龙的这个进攻连关性确实是好 又是杨博涵这种连续的往前进攻得手 速度非常快 杨博涵不给你拉开进攻就是在往前不停的加速 苏卡木约这个360度的转身扣扣杀确实是有点潇洒 进攻的天赋还是很强 这个后场推得漂亮 又是防守奥的反击 杨博涵组合是不怕这种后场拉开去进攻的 这个强往的速度那就谁来也防不住了 被吹发了一个发球尾利 又是杨博涵非常漂亮的推后场 完全骗过苏卡木约拿到第一局局点 最后苏卡木约的一个出界15 杨博涵组合先拿下第一局 不过作为长期爆炸世界第一宝庄的组合 小花龙肯定没有这么容易被击败 第二局比赛他们在后半段也是突然发力 又是这种360度的往前批杀 这个苏卡木约玩起来了 杨博涵组合的一个缺点 就是如今要往前的防守和进攻都稍微欠缺一点 所以他们的站位非常重要 只要杨博涵到了往前 他们的优势就非常大 这个防守已经非常出色了 只不过苏卡木约的进攻确实是好 最后又是苏卡木约连续的批杀 小黄人组合也是拿下第二局把比赛托入到决神局 决神局的小黄人组合一度8比2领先 我们来看看杨博涵是如何完成逆转的 还是自己的防守非常出色 苏卡木约抢得非常快 但是全部都被防住了 这个站位就非常好 杨博涵的往前接触 现在真的是世界一流的水平 防得真好 真是纯靠防守防住小黄人的进攻 这发球出现了失误 这压力太大了吧 还是杨博涵在往前的进攻上变化确实是特别多 经常给你写一线之类的 哎呦 两个人抢到一起了 小黄人还是保持了3分的领先优胜 小黄人打球确实是很帅啊 GTN以后是一个背后击球 但是没啥用啊 杨博涵这个退后场的动作看得是别扭 但是效果确实是打出来了 如今要这1米90的大的子确实是打这种球就回不来了 这个防守厉害呀 两人打一起去了还能够得手 又是杨博涵这球从发球到得分全是他一个人在打 小黄人这个失误真的太多了 心态一直是他们最大的问题 卢金瑶的进攻打起来了 杨博涵最后的杀手键 或许就是卢金瑶这种后场的披杀了吧 又是一排 勾对角其实非常漂亮 可惜力度稍微大了一点 直接出界了 苏卡梦瑶又是一个失误 卢金瑶的高度完全发挥出来了 前后场的连贯进攻再次得分 卢金瑶的高度完全发挥出来了 又是一个失误 小黄人在关键时刻心态已经崩溃了 全部都是失误 杨博涵组合拿到比赛的赛点 最后又是两人连续的进攻 强行完成逆转 暴乱了曾经的世界第一小黄人组合 不得不说 现在杨博涵组合防守非常出色 加上两个人一个后场进攻出色 一个往前无敌 相信他们为了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对不起 对不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